哈囉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小精靈龍這部電影 在某個神秘的地方 有一個佛龍居住的龍城 某天 龍城的鎮長不重要 就突然召集全城居民 說下周要舉辦第一屆的小龍噴火大賽 噴得最好的龍 能贏得冠軍 得到一些榮耀之類的 然後不是我要說 為啥全城的居民就這麼幾隻龍 感覺很可憐耶 還有為啥這樣看過去 龍居住的城市 和人類的長得一模一樣 難道我們都是龍族後裔的意思嗎 唉 算了 總之所有小龍都很興奮 都想趕快學會噴火得到冠軍 而其中有兩隻 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主角 非常調皮搗蛋愛做怪的小龍 分別是小紅跟小綠 就非常非常非常想贏得冠軍 小紅也靈光一閃想到 說不定他們可以去請教 以前被眾多龍合力趕出龍城 現在不知道住在哪裡 作惡多端 超級無敵會噴火的壞壞龍求教 於是兩龍飛出龍城 到處尋找壞壞龍的蹤跡 也不曉得怎麼辦到的 25.67秒後 就神戶七夕找到了壞壞龍 並告知來意 希望壞壞龍能叫他們噴火 壞壞龍便問他們 難道你們不曉得 我是又壞又邪惡的龍嗎 大家以前在把我趕出來欸 你們是想做我小弟 和我去征服世界是嗎 不過主角們哪管那麼多 只是不斷拜託他交噴火的訣竅 還說什麼都願意趕 壞壞龍聽完 就要他們帶自己回龍城 因為以前他被趕出去時 也被嚇了一個詛咒 如果沒有龍城居民 自願帶他入城的話 他是無法進入的 因此主角們為了學會噴火 就不管三七二一的 開開心心帶著壞壞龍回去 那壞壞龍一進入龍城 就直接當著一堆龍面前 突出氣勢兇猛的火焰 要所有龍乖乖聽他話 一起去征服世界 否則殺無射 龍群也被這氣勢嚇到 紛紛落荒而逃 不過有隻小龍 大概是女主角吧 不願意讓這種邪惡暴君 破壞龍城的美好和平 就開始思考對抗壞壞龍的對策 也很好運的 馬上從另一隻黃色小龍口中得知 他的奶奶阿花 也是很厲害的噴火龍 以前有對抗過壞壞龍的經驗 所以為了拯救家園 大概是女主角 就帶著一堆小夥伴 咻咻咻咻咻咻咻的飛去找阿花 說出所有狀況 也馬上從阿花口中得知 可以打敗壞壞龍的方法 接著 大概是女主角 就帶著好夥伴們 衝去找壞壞龍決鬥 首先 大家分散為著壞壞龍 再突出各種國王火焰 然後不停照著壞壞龍旋轉 旋轉 再旋轉 頓時間 火光四射 戰況可會是非常激烈 應該吧 反正我什麼都看不到 總之不曉得壞壞壞龍受到什麼傷害 但我被轉到頭暈眼花後 壞壞龍就突然說他老了 打不贏大家 會乖乖放棄佔領龍城 和征服世界的計劃 一切就是這麼突然 可能剛才看不見的國王火焰裡 包含了嘴炮恐嚇的訊息 嚇到他老人家了吧 最後 大概是女主角 成為了龍城的英雄 受到正常大力飆殃 上台表演下噴火 電影就演完囉 至於你說 小紅小綠 和其他成年龍都去哪了 我也不曉得 其實我還搞不太清楚 自己到底看了什麼 當初我看到電影封面師 還以為這是一部熱血沸騰 可歌可泣的龍族冒險故事 但內容很扎實的 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樣就是了 這次學到的心得 大概就是封面 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吧